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尤田四字吗? 分别是黄晓明、杨硕、周一维和陈思成四位男星 当然,还有一个编外成员张翰 他们的油腻名场面至今仍是许多网友心中的辣眼画面 不过最近有许多网友发现 浪姐四中的刘亚瑟成功证明 貌美如花的女明星也能狠游 为油腻女星在天一元大将 刘亚瑟唱跳的画面被观众疯狂吐槽 她脸上的表情和不经意间的咬嘴唇 仿佛看到了浓浓的油腻感 连伴吴老师的表情都显得十分不自然 不知道是不是被油到了 网友们的点评也非常犀利 一致认为刘亚瑟用力过猛 像是掉进了石油团队 油腻感扑面而来 大家见惯了油腻的男明星 其实女明星油腻起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他们的心事油腻不比男星差 照样能让人尴尬地想抠脚 说起娱乐圈的油腻女星 浪姐里的姐姐们可以说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首当其冲的就是第二季的万倩 看穿着非常清爽 可她左手换右手摸大腿的画面 属实让人无法接受 尤其是配上脸部的微表情 一整个被油住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万倩在模仿刘敏涛 可惜她没有学到精髓 排舞时 由后万倩也不知哪里来的自信 竟然要教北舞毕业的金晨跳舞 却不曾想动作太过油腻 反被金晨吐槽 本以为万倩是高冷女神 可她上了舞台却尽显油腻 努力嘟嘴卖萌的她简直太过辣眼 参加节目之前的万倩是人蛋如菊 可为了成团万倩不惜人设崩塌 在某次表演结束时 还特意做了一个舔手指的动作 隔着屏幕就已经感受到了油腻和尴尬 不禁发问万倩怎么变成这样了 万倩碰上另一位由后李斯丹妮 画面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是只要自己不觉得尴尬 尴尬的就是别人 同样让人大跌眼镜的还有王欧 一直以来走女爸总路线的她 竟然也会冲着镜头wink 放慢镜头后 每一帧都让人不忍直视 抛媚眼加歪头装可爱 看得出来王欧已经很努力 想要做到自然 但效果却并不如意 毛俊杰想要走冷酷的路线 可谁知他一歪头 再嘴角一歪 反倒给人一种女版张汉的感觉 相比之下 赵英子故作深情 感动自己留下两行热泪 竟显得清爽了许多 和赵英子同一派系的还有张萌 看得出他俩极力想要做出深情 让人感动的画面 可惜全被观众识破 尴尬之余 加带着些许油腻 或许是得到了前几季姐姐们的真传 浪姐4才刚过一功 刘亚瑟 曾可妮等人的油腻 就已浮出水面 不得不说浪姐 这个节目真的堪称造油场 最近浪姐4热播 感觉每次点开热搜榜 都能看到一些和节目相关的词条刷屏 各家粉丝和路人们也是打得火热 其中一大部分 主要是围绕日本姐姐美伊里亚展开 出舞台 她凭借一首极乐净土 成功唤醒了一众80后 90后网友的二次元魂 喜提人气断层第一 让其他不混二次元的网友们 很直观地get到了老二次元人的实力 还有一部分网友 主要就是忙着一边对美女姐姐们 嘶哈嘶哈一边激情吐槽了 要么吐槽某某某滑水不努力 吐槽谁谁谁的装造不理想 要么就是吐槽观众打分太离谱 跟预想的分数差距太大 总之 也都是每年浪姐播出之后的常规项目了 对于纯粹爱看舞台的吃瓜网友来说 这些都属于追这档节目的乐趣之一 不过还是 比如刘亚瑟以及他一宫所在的龙泉舞台 直接被一些网友盖章成游王 刘亚瑟他2004年 参加过湖南卫视的一档选秀节目 明星学院获得季军正式出道 2007年参加东方卫视的我行我秀 拿了总冠军 后来他还参加过2009快乐女生 但只不于全国二十强图为赛 虽然没赶上选秀最热的那几届 在走红的路上差点运气 但说起来也是那于初代秀人之一了 那会儿他还叫刘欣 也浅浅地承包过一些时代的眼泪 2013年的时候 赵又廷和杨子山主演的青春疼痛电影 《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上映 刘亚瑟饰演的朱小北 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这个假小子的形象 也是拥有了一些角色滤镜 刘亚瑟后来 虽然也参演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 但都没什么水花 他的名字也逐渐淡出了大众视野 直到去年 33岁的他 直接凭借悬疑电影致池里的王桃一角 掌握了第4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女主角的大奖 飞科班出身的那于选秀冠军成金像奖影后 这种从背景版小透明成功逆袭的故事 怎么看都是热血漫里才会有的情节 还记得当时相关的新闻下面 都是感慨和祝贺的声音 所以这回看到浪姐4的官宣名单里有他的时候 还是有不少网友挺期待他的表现 然而谁能想到 刘亚瑟的舞台世上热搜了没错 但是是被骂上热搜的 因为不少网友觉得 他的表现太过油腻 甚至还有些网友觉得 他在模仿李斯丹妮 一时间也不好说是在骂谁了 同一组被吐槽油腻的 还有青春油你二出来的曾可妮 网友辣平 看一眼就知道 都是忠实油忠实化会抢着药的人 都够油的 胡适有道理的 还有些网友直言 帅不是可以模仿男人 或者强行装转 建议刘亚瑟还是老老实实回香港演戏 唱跳这条路不适合他 放过自己更放过观众 如果说姐姐们是越努力越心酸 那女团出身的吴轩怡 可以说是将油腻刻进了骨子里 一套动作猛如虎 还不忘来一个舔手指的动作 真的是将油腻发挥到了极致 吴轩怡看着外表甜美可爱 可不知道 她从哪里将油腻男性那一套学得了精髓 九秒时间里竟然能wink二十次 许佳琪也是如此 对着镜头一连串wink加飞吻 实则在观众看来 她更像是眼睛有啥大病似的 猝不及防的油腻扑面而来 在某选秀节目上 刘雨昕一上来就冲着镜头邪魅一笑 是最酷的 一直以来刘雨昕都酷爱中兴风 女团出身的她 总是喜欢耍帅半酷 可每一次都只留下了 她浓厚的油腻感 走中兴风没有错 最怕的就是油而不自知 刘雨昕就是如此 脚柔造作的歪头 五胸 实在让人get不到这个动作的意义 不过 这还不是刘雨昕最油腻的动作 在跳舞时 顶跨一直是她的专属动作 几乎在多个表演中都有表现 但试问一句 这真的是所谓的 女爱豆该有的动作 不知道刘雨昕何时才能醒悟 她给人的感觉是油腻而不是帅 走中兴风也不代表着 要这样刻意耍帅 而面对油腻这个话题 吴轩怡自己有正面回应过 其实她并没有意识到 次数有这么多 对她来说 只是珍惜每一次的表演舞台 只想到把表演做到满 注意这个词满 于是多到没有观众有视觉休息 产生了抵触 而这个问题 也出现在了 青春有你二许佳琪的身上 公演舞台上 破风的表演环节中 许佳琪的男团招牌磨嘴动作 就被网友dis油腻了 如果是出道女团 会在舞台表演上的动作 有修饰设计 表演舞台上 各位练习生 为了让自己更chuck 用帅气的招牌动作 来填补舞台空白 而动作设计都差不多 于是就会互相撞 当一个动作高发频率地 出现在同一个表演舞台上时 就会出现视觉疲劳 吴轩怡 许佳琪的油腻 可以说是因为动作设计过满 造成的视觉疲惫 不光是女团成员 女演员油腻起来 也是毫不费力 当网友提问 哪位女星最油腻时 杨幂当之无愧地 被票选为榜首 杨幂出道这么多年 演技却一直备受吐槽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她的演技太过浮于表面 最后呈现出的只剩油腻 在她和徐凯主演的剧中 故作可爱的撒娇半嫩 还有摸凶的情节 连网友都忍不住调侃 前有张翰扯内衣带 后有杨幂摸凶 这两位可真是影视剧里的游王 36岁的杨幂 恐怕真的该好好想想 怎么提高演技了 否则可能就会和刘涛一样 提早步入中年危机 刘涛不仅在半嫩 演技差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就连唱歌也越发油腻 在跨界歌王中 刘涛一边自信地摆摆手 一边想用眼神杀米倒观众 可惜刘涛的表现力 并没有让观众觉得歌好听 反倒看到了她油腻的一面后 吓得想离开观众席 都说男明星步入中年后 越来越油腻 实则女明星油腻起来 丝毫不输男明星 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有自信是好事 但是过于自信 喜欢表现自己 做不符合自己年纪的事 装可爱半嫩 就只会让人觉得油腻 反倒弄巧成拙 当男明星们争相去游时 女明星们却在舔手指 顶胯 装可爱 抛妹眼等 在去往油田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真不知道 他们何时才会醒悟 是 Axi in 最爱你 云上 是 此人 我 从 로 但是 看看 大家都 关 稳 感谢观看